Hello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来 9月3号 国际大棋局第一节 大家记得我们一台二台都要订阅 支持我们 要按赞和按赞 今天有一个重大的消息公布 如无意外我们今天开始 国际大棋局就会搬回一台上演 由台长为首 另外我们IT Jackie 我们节目总监阿安 整个团队的努力下 台长Jacky和Google交涉了很久 开始有点正面的成果 如无意外今晚这一集 就会开始在一台上复播 未来我们有一些节目会复播 因为开始搞清楚问题 我们就会慢慢复播 天然解密是因为技术问题 所以前天看到我们第一次播播不到 但是昨天也播回 而且天然解密也加入了画面 大家可以看到法灵师傅 看到台长 也是我们的一个新尝试 因为我们是将这个画面 做了二度展辑的 所以可以在我们的标题 可以同时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试一试效果 如果可以的话 到时台长看看效果 最终看看有什么改进 就会指导我们IT人员 就会继续去做展辑的了 那台长这个提完解密 新的画面技术 你自己满不满意? 有进步空间 因为素来就没有所谓满不满意的 所有事情都可以进步 那我们都是求进步 那我们可以进步 其中一个问题 就是里面涉及到那些内容 我们尽可能希望加一些图片上去 那有那些八字的那些图片 我们都希望放上去 但是一方面我又不想 那个后期制作那里太过繁复 令到工作人员就要花太多时间 所以我们可能我们事前要 计算一下怎样做到最有效率 那我们以前都很多不同的节目 都要事前那里想定 怎样放些什么资料进去的 那我们通常都是很快的了 就是不知道观众知不知道 譬如我们六节目呢 99.9%都是一剃过的 那麽多年我说了十多二十年都一剃过 那这个就很倚靠事前大家 就是想那个表达的形式是有没有充分去想 那我希望以后就这个节目在做之前 我们和后期制作那些人员沟通清楚 要放些什么东西上去 就这样可能在那个录影的期间放上去 好行 那没问题 那给多一点时间 我们一台搞定复课之后 我们IT会再抽时间 再看回天园和另外 譬如青州神秘学那边 怎样再加强画面效果 那到时大家就帮忙支持一下 那另外呢 昨天我们IT人员也是展触了一段 简单但挺好看的动画 就是教大家说我们直播要回一台看 接着有什么节目是会搬去二台 那大家都留意一下 那段动画就是我们IT制作出来的 就是叫做我们一些新尝试 那大家都要支持一下 就是有能力继续支持一下 那此同时呢 肯请大家订阅梁感祥工作室的Playtron 那在那边也会有很多不同的节目是会上映的 那我们现在持续进步的 那大家一定要支持我们两边 那台长啊 今天回来呢 那有听众呢 都问一下台长 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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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就找一张旗票了 起码先去看第一次 那接着呢 那有些听众呢 早前就一直问 那说 哎呀台长 最近电视都有很多东西看啊 又有这个 冰与火之歌 权力游戏的前传 讲这个龙族家庭 喂又有呢 这个变形合衣啊 这个表妹啊 变成了女变形合衣啊 这样 那在那问 很多听众问啊 那说啊台长看了没有呢 那台长喂你这么忙 其实是不是两边都没看的啊 那这里交道一下先 那观众呢 那观众呢很期望呢 就我去看 做一些比较深入的分析啦 那无论我和阿几涛呢 其实都是影迷来的 阿几涛就直接是专业的編剧啦 那但是近期因为那个疫情的问题 以致到工作的关系呢 其实我们那个计程度太紧了 那很多的精彩的电影呢 我们都miss了的 那这里首先要讲清楚先 那至于明是战机呢 那我去看呢 就不止是一个娱乐 我直接要当一个阿几涛 一份工作来 因为刚才跟大家讲了嘛 那所以我看的时候 我会看多一次做一个娱乐 那至于其他 比如Netflix 刚才你看到那边的 那边的妹 那些Netflix的电影呢 就无论我和阿几涛呢 都是现在暂时还没订阅的 那我很想 那但是问题就算我订阅了 我没有时间看到 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啦 因为现在那个工作那个流 那个排到满了的 日程排到满了的 是一个星期七日 那这个不怕跟大家讲了 那还加上有写稿了 那所以呢 那这些那么精彩的电影呢 我就不想水过鸭背 就是你说叫我看 我那是可以看啦 就是当做一份工作 就看啦 但是我不想 就是很多事情我不想这样的 比如我们看电影 或者其他事情呢 我尽可能都当是一种娱乐啦 或者娱乐于工作 最多只是这样 那如果你说我要满足那个听众的要求呢 或者抽时间去看呢 那我就暂时不可以啦 那所以就有相当之多的要求呢 我暂时未能达到 不过呢 我素来都是这个东岛场来啊 就做事是太慢版的 不过最后来都会做到 那这个顺带宣布啦 譬如说 现在我自己搞了一个网页的 продук量也没 Planet 计算上没完全做到 但是我们都是 应这个要求的 不光是PATREلا那边多的 订阅 都有 应该有其他途径的 但是暂时呢 正化成形的 现在开始长 equivchuss', 我们就捏到地下 就是這個《龍族》 沿著我希望可以看 這裡也是一個東島場來 我會做的這件事 但是大家要給我一點時間 這個不是即興的 我覺得這個片集 由片集到Elden Ring 就是現在的遊戲 其實是一個挺巨大的工程來的 所以我就會看了沿著 還有看電視劇 那記住 我是要在一個適當的時間和速度裡面去完成這件事 就不要有外在壓力 去享受整件事 所以大家就給我一點時間 好 台長 第一 因為有很多聽眾都反應很熱烈 或者我們有其他主持 如果看了我們就晚上直播 當是跟大家簡淺地說說這些決策 不需要問我 這件事 因為大家說有各講 其次 台長剛才也說了 《龍族》那裡除了Elden Ring 和這套遊戲有些東西可以呼應到之餘 最重要的是其中一位男主角 就是在說龍族這個公主的丈夫 由誰出意呢 就是由菲利普親王 就是扮菲利普親王那位演員 他也是早前做MARVEL 其中一個超級英雄電影 就是謝拉力圖 去做一個吸血鬼的超級英雄的大奸角 其實這位演員的演技就越來越成熟 他外形也很出眾 在說這一套的龍族電影 也有一個很鮮明的形象 是做皇帝的弟弟來的 這裏到台長看了 讓台長做足功夫就講講 因為以往好像這些 外形方面 不是說走傳統的美男子路線 但是正正他做到那種皇室氣息 我相信現在找他去做親王這個角色 都是因為看了他台長說的英女王電視劇 然後呢 The Crown 對,The Crown 在說C1、C2 可能看到他的演出 再加上現在叫他的超級英雄電影的演出 就選了他做這個角色 在裡面是那種囂張狂妄 跟他本身的外形 是一個很冷酷的外形 是有一個強烈的對比的 其中音樂也很血腥 說他是拿近衛隊去城裡面 對付那些賊人 台長看了之後 到時跟大家慢慢復術 另外那一套 說著小女賊人的美女賊人 這個小賊人的表妹 意外拿了他的血 結果就變成女版賊人 這個有一套 到時一定要靠台長說 台長和紀圖做了個神秘之夜 說的什麼呢 現在她越來在電影裡面滲透 例如变形合衣如何抑制他的愤怒,以至如何进化成为聪明版的变形合衣 其实他就是靠打坐和冥想,也是开始说靠打坐和其他东西可以去到另一个空间 也和他的多元宇宙,包括奇异博士第二集,奇异博士最后有个穿着一套紫色,近似泳衣 其实是战斗服的一位,这个其实就是奇异博士曼玛的妻子 说着他打开以前的空间,现在你会发觉开始都会提到 甚至近这两集,有一位重要人物出现,就是奇异博士肥肥的王 他灭霸彈了手指之后,全地球一半的人消失了 在那一段时间,说他要成为至尊魔法师 原来他就是要去开道变形合衣,那个叫做真恨,真户 那个都是变成变形合衣这么大的人 那怎么开道他呢?原来就是透过冥想和打坐 让他学会控制自己的变身,抑压了变身之后 甚至乎呢,连变身后那个样子,好像变形合衣,也是会改变了 那这个呢,就是说力量和精神操控呢 那这件事越来越在Marvel作品里面就显现出来 那这里呢,我觉得这样,台长和阿几涛呢 等他整套出了,台长可以说他的独特见解 因为这个绝对是神秘之夜的一大题材 就是究竟他现在探索的,不停告诉你 有很多宇宙的,有很多平衡时空的 乐基尔那套电影,那套电视剧已经告诉你了 会有这个征服者,有很多不同的宇宙 那现在越来越演现的了 那Marvel呢,去到这个阶段呢,坦白说 他的电影深度呢,是比之前多了 那另外一件事也是,迟一点点啦 等台长可以再跟大家说说 就是美国队长,宣布了他会回归的 Chris Evelyn,他就会回到Marvel世界 那到时呢,就要等台长了 就是落实了,和看完这个里面的合衣 其实慢慢的,他现在只是《思心瘟》的第三集而已 那到他完了呢,我相信台长就差不多了 可以慢慢再看完去找机票了 那大家一起期待台长和几套呢 去和大家稍后慢慢详细否释 因为两套剧呢,背后深度很深远的 好了,那今天星期六啦 那台长,今天有什么话题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第一件事呢,这几天虽然热啦 那但是呢,晚上有一些凉风脆啊 就算现在午后都有些微风啊 这是最比较舒服的 那天气本身呢,热就热啦 那但是我昨晚呢 就,哇,纷纷了,口干嘛,干得很厉害 那为什么呢?哦,原来那个湿度已经跌到50% 那就是相当之干燥 那意味着就是秋天来了 那如果这个节目可以播个歌呢 那我想播一播这个郭小林 就是从不知啊 那但是播不到歌嘛 所以大家就,就是过了口印而已 那我在想,遲些可以不可以做一个播歌的节目啊 因为Patreon那边呢,现在很方便了这个做法 那甚至可能是做Live的一个播歌 因为做DJ呢,其实是我的梦想来的 那但是技术方面,就是那个配合方面呢 那现在就要加强了 因为后面那个工程都很大的 如果做一个播歌的Live,现场直播节目呢 我相信后面要扔一些本钱下去 台长,Patreon呢 他现在那个界面呢,其实很弱的 如果呢,譬如你在上面开Live 假设你,我当你即时搞好那些机器啦 台长打碟啦 但是呢,我怕他那个平台呢 是支持不了 那到时我想,或者呢,我们试一试 如果我刚刚听了你,我刚刚听了 真的台长没跟我说的 那我看看呢,跟ITJacky那些说一说 可不可以,不如这样吧 到时看看呢 我们譬如用RSS,或者用其他的系统呢 直接,如果大家想看 到时可以,譬如回Patreon 或者梁錦祥.com 来到那个平台,那个平台呢 就处理这个即时性台长打碟的音乐节目 如果这样行不行呢 因为Patreon,我想他支持不了你 他做到的,加钱就可以了 但是呢,当然后面那个工程很烦 那现在呢,我又不想再加重那个 那个IT部门的这些朋友的工作量 因为大家这段时间很辛苦 因为刚才你说了我们去争取那里呢 有很多晚上,那个IT的那些职员呢 其实是通宵的 那我就不想再令到他们呢 但是现在,要再加重我的负担啦 那所以我都是会自己想一些方法去做的 那你,就是如果在那个听众来说 他不需要你那个界面的 就是他进去按他听,那他听到就OK了 那我们后面就会做多很多东西的 那都是讲一下而已 那大家又当我开张旗票啦 那又是那样东西了 做,会做,不过呢就要花点时间啦 那有一两样我先在这里交代 就是今天那个题目之前 那其一呢,就有听众呢 送了一些东西去瑞德堂那边 那我看到是什么来的了 那很多谢这些听众啦 因为每一个礼物呢 就是对我来说一个很大的支持 不是说那个礼物本身的那个价值 那个价值当然是很贵重啦 那但是呢,我是最感动的 就是那些观众的热成啦 因为有很多东西我们讲了 比如我喜欢的 那些观众都是不远千里 我不知道有时候有些东西 我都很奇怪,怎样手楼都回来 那这个首先要多谢啦 那但是呢,就这里有附加一句的 大家就是都不... 我固然很开心啦 但是呢,我也不想大家太破废了 也不想大家太多时间 比如有些好的唱碟啦 好的书啦 好的一些纪念品呢 你说什么我都可以听的了 正如好像我们讲的黑力甲那样 你不要说真的走去买 因为事实上黑力甲就 而且有些观众就买了之后 拿上去给阿罗恩斯在水德堂里面 那我就即席就试了的 那天晚上都是用了这个海膽像啦 但是我不想大家太破废了 也不想大家太花时间 但是其实最好呢 就你告诉我听 有些什么正的东西 那我就自己 看看怎样去买就最好了 但是anyway 都很多谢很多听众啦 就要么就拿了去聚德堂 要么就拿了去阿朗哥火之神那里 那有些我都没收的 那长期就是阿朗哥那里 变成了一个收集站 那这里也有一些听众就PM我 就说想给一些东西我 直接给的 那这里回答了 直接给的那里我相信 就那个工作 那个时间方面比较难安排 因为我现在基本上都满了的了 满了的原因除了做节目之外 我也都有操拳 有健身啦 那所以那个排到密麻麻的 那大家见面那里呢 就比较 比较难一些 那所以大家就可以拿去火之神那里 或者如果远一些就拿去 在Lawrence那里 那另外一个就是 有一位昨天有一位的听众 就在我Facebook的那个 币那里就写了一篇 比较长的信息给我 那我很多谢他 因为他里面有涉及到我昨天说的 那个第一节的问题 就是移民的问题 那内容我不需要透露了 但是他有听 那我知道他今天也有听的话 他会知道我是在说的他 那很多谢这位听众的鼓励 那我只能够说 就是我现在去说 其实就 没有什么成本 可以这么说 但是我们永远要记住 那里呢 就很多人 特别是年轻人 香港年轻人 他们是在这几年付出很多 那有些就 直接身体受到伤害 那有些就 很漂泊 移民或者流亡 那我们都记住这件事的 那所以就 我只不过是一个大时代中的泡沫 那我去说我想说的东西 那有多少的时间 有多少的空间我都不知道 那至于说那里面 这位听众提出的问题 其实我都 就是我个人来说 都没有一个解决到的方法 就是怎么能够说 就是好像我昨天的节目说 大家继续努力 他坚持做好 他坚持自己的价值观 这个是 就是我想他 他昨天听到他都 就是认同的一件事 那至于说今天那个话题呢 那最重要的呢 我就反而觉得 日本的几日的战艦呢 声称因为避风 就穿越了这个台湾海峡 那由四隻到八隻 那是真的会打风的 那但是问题就是 这个是不是一个藉口呢 那稍微有常识的人都知道 这个答案是什么啦 那这个我们会讲一点 因为后面那个政治上 或者在军事上 的影响都很大 那但是今天 当然第一节呢 我们会讲香港 那也都包含一点澳门的 那第一件事要讲的就是 其实这一段时间呢 那个治安的问题呢 的而且那一刻开始很惡劣 那就是前几日 有个元朗的 在元朗发生了一个商人案 是一个印度裔的徐司 是被斩断了手 那我无意中看到一张照片 是很血腥的 他的手斩掉了下来 他坐在地上整身的血 那到昨天了 那到昨天了 昨天就 我不知道是不是刚刚 还是昨天了 就 深水埗那边也有血案 那另外也有一宗羊怡案的 甚至那个兽子死了 五岁了 那我都去问一个问题 就是 照那个官方的解释就是 在这个国安法定立了之后 就香港那个社会的治安 就非常之好 但是为什么会近期出现了 那么多这些案件呢 有打劫 甚至连事多 就是那些不值钱的烟仔 甚至都偷的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那个经济原因 但是 就是作为这个 负责保安的 保安局局长 邓炳强呢 我觉得他需要出来去交代一下 那至于昨天呢 就我提到那个警员 去 在那个 幾岁的时候 他的儿子面前 去看这个 色情的 的电影 还有要去自己在他面前 这个打飞机 那这里要说 要收听一下了 那是前警员 不是现录的警员 那这个要更正 那今天那个话题呢 当然是很多 那都是围绕回那个 疫情衍生的那个问题 那但是呢 就后面有很多 就是不同的细节的 那其一呢 就是澳洲 现在呢 就大幅度增加那个移民额 那他那个失业率呢 现在是低到多少呢 是3.4 那以一个的 就是所谓这些西方国家来说呢 他那个就业 这个失业率 如果去到是4%至5%呢 他们说是全民就业的了 因为有些人是真的 永远都不想工作的 他们会 他们会有 那当然了 我们去讲这个失业率 可能我们自己会是 有点不同的 如果在香港 因为中国人是 他们会是 视这个上班 为一个 最大的 生命的 原则 就是没得被他上班 他会死的 那所以香港的失业率呢 如果去到最低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不记得 我自己会记得 是1.8% 很夸张 那时候 我看到有些所谓那些弱智的那些 都出来去获得聘请去做事 我真的有参加的 但是近年呢 这个失业率呢 就稍微提高了一点 但是跟这个西方的国家比呢 是相当之低 甚至跟中国的真正的失业率比呢 都是低的 大家知道今年中国畢業生的失业率相当之高 但是澳洲 而一个澳洲 我们可以说呢 他差不多是一个福利国家来的了 因为那个 就是你又不可以 又不可以说很优越 又不像北欧那些 但是呢 他那边因为那个 就是比较崇尚西方那种的工作模式 一来就 你不是那么容易 OT 就是OT的人 一定有很多投诉的 另外呢 他有很多人如果嫌工资低 他宁愿拿换助的 但是都去到3.4%呢 这个我相信 它 就是 是非常非常之蓬勃的 这个经济 这个跟之前说的那个 就是 因为跟中国交户了 那让他们很多货 就是出不了口 那后来原来他们都找到 想到很多办法 很多地方其他地方要 不过呢 那些产品 比如煤啦 或者其他东西 甚至是农蝦啦 都是转手买回中国大陆的 那这个问题呢 如果我们从香港人的角度 我们就不是看说 澳洲的失业囊是怎样的 而是说 因为由于他在那个疫情底下 他们那个 很多不同的因素 这个疫情内 到现在就是 现在就需要大幅度增加那个移民压 那那个以前呢 澳洲的移民那个 那个政策都有很大的方向 其一我就很早年 很早年就有百务政策 我讀中文的时候 我最记得的就是 很难去 去了移民去澳洲 很难去 就是很多就是 法律的程序啦 那就是 甚至有個別的程序 如果出錯了 他不會被留在那裡 扔回 我那時候有個中央的同學去了之後 因為那些手續搞不成了 被他扔回來了 當時主要是收那些白種人 但後來就有改變 我去澳洲的時候 看到包括有很多聽眾 都是因為早年工作的原因 公司在澳洲那邊招聘 順帶他們去了之後 就可以在那邊落戶的 正式承認澳洲人 主要的移民方面是中東 如果我看到 雪尼和麥爾本 現在其實都是多元化的 就好像倫敦的情況一樣 聯合國來的 反而白人方面是比較少的 但是即使是這樣 其實澳洲的移民的門檻 是相對比其他地方高的 舉個例子 比如說 一定跟英國不得比 英國現在有BNO 甚至這些持有BNO 或者他們的後代 都可以申請到 去移居 或者移民英國 所以澳洲那邊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 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新聞來的 還有什麼呢 有兩件事 第一件事 他那個移民的 現在他們應該說是那個技術移民 就是他們需要這些東西 那其中一個 我看到的新聞的配圖就是 在澳洲 那些助產市 在這個新南威爾斯州 護士和助產市 在雪尼的那個醫院外面示威 就是抗議人手不足和工作環境險安全 那這個也順帶一提的 跟香港的情況不同 譬如說他們看到工作的情況 就是出現了一個不正常的短缺 那他們就不會牙義氣 他們會示威的 但是反觀 譬如香港的醫護人員 他們是基於他們自己的專業原因 他們要求封關 所以基於基於專業的原因 就是他們認知那個 就是怎樣去保護到 那個香港的我們這邊的居民 那個安全 在疫情方面 而他們覺得就是這個罷工的行動 會促使到 給了壓力政府 去實施一個對香港有利的政策 結果後來就有很多罪名 可能本來還要抄後算帳 但是現在你見到這麼多了 那你試試抄後算帳 看看出來的結果是怎樣 但是anyway 也有很多醫護人員 是離開了那個崗位 沒有教師那裡那麼嚴重 但是起碼 也都事實上 大家知道很多醫生和護士 他們有基於他們專業的資格 他們移民的難度 是相對比較低的 那見到這件事呢 我相信可能 有些醫護人員都考慮移民這個澳洲 那這個對於香港人來說 那個顯示是什麼呢 那也就是翻了一句了 那究竟現在那個人才的問題 是不是全球性的呢 就是人才短缺 那很明顯是啦 連澳洲這些一路移民的門檻這麼高的 都開始缺乏人才了 去請這些 何況香港呢 是不是 所以如果你說 現在大家還停留在喊口號 我們搶人才這些 你不見到實質出來 去挽留自己的人才的話 那很快那個負面的影響大家會看到的了 那之前呢 前幾天我還在說 兩三年之後 那我現在這個判 這樣的結論呢 我要修訂了 明年就會看到 明年下半年就會看到 是多麼嚴重的 那這個澳洲方面呢 我相信就是一個先聲來的 其他跟著如果他搶 其他的地方都會搶的了 新西蘭啦 是不是 加拿大啦 那比較遲緩一點就是美國啦 但是美國之前也有講一些關於香港移民的政策的可能的收訂 但是現在就完全消聲匿跡了 那我相信也要等美國國會中期選舉之後才有一個結果 那如果你是美國都開放的 大量移民 那我就真的 我想這一招真是搶人才的了 那所以香港那裡呢 如果繼續是被動的話呢 那我相信呢 就比較 會體現到一樣東西 而實際上這一節呢 那個主要話題都是涉及到這個問題啦 那大家不要覺得沉了後面 那個影響是很大的 那另外一個呢 就比較富有娛樂性一點啦 那多年前我去澳門就看過這個一級方程式的比賽 那很震撼的 如果你第一次看過 看到那些車呢 就是那些一級方程式的那些車呢 就是每一架 那其實你都想上去坐一坐 不是開 開就很無謂啦 因為為什麼呢 那些是棺材來的 我覺得 好像躺在那個棺材裡面的 但是呢 你聽到那些車聲 或者那種速度 你一現場看那種速度 那種危險性呢 其實就很刺激的 那現在呢 新加坡那邊呢 就會舉行這個 九月了 九月尾 就會舉行這個一級方程式的比賽 那飛已經賣了 那就是上這個選擇 那但是我為什麼會說呢 因為我有一個疑問 就是呢 澳門方面呢 就每年11月都會搞這個 就是一級方程式啦 那想問一下文俊 澳門今年呢 這個一級方程式會怎麼搞呢 其實呢 我就猜呢 這個卡式 和上年差不多 這兩年呢 其實所謂的疫情呢 也都有許多限制啦 但是最nt 又不是疫情 而是那些賭廳 就陡陡陡囚被埋磨 Tus horror 所以沒有贊助商 是啊 其實你製作期間呢 減少了許多的 那些贊助商之餘 最大謎是許少了很多女 因為呢 以前的賭廳呢 就會嘍 haut 扔錢就會喊很多雷雷出來 為什麼也少了這麼多雷雷呢? 因為有一群雷雷在夜場上班 難聽說可能都是夜場的小姐 或者是夜場的公關媽媽那些 出來做賽車女郎 甚至乎嚇吞吞 現在澳門的夜場是倒閉的倒閉 死的死 譬如有聽眾說 有一些很知名的 以前賣套票好一點 都陷入圍板就說裝修 其實實質就是倒閉的行列 所以現在這個案件 導致這兩年賽車的氣氛 已經很不熱鬧 甚至出現了一些 以前不會出現的問題 譬如你在賽車場上 裡面都會有一些美食站 譬如提供一些食物 賣雪糕賣汽水 以往就好像過年過節 那些叫做花市攤位 要投的就很搶手的 那也有一些就不用投的 就是給內部的工作人員吃東西的那些 那過往這些全部都是游泳位 那現在出現過什麼情況 沒有人問津 甚至乎要去找承包回來 那承包跟你說 那可能會虧錢的 那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疫情 就像台長以前那種 譬如一些貴賓拿了一些票 譬如像台長以前那樣 拿了一張票 安排你坐在星際酒店的前面 那排椅子 或者安排你坐在蒲驚對面 那樣 但是現在就不能坐人 甚至即使坐得都要逐個來隔開 其實一這樣隔開就很沒感覺 如果你是露天就很熱 所以很多時候甚至乎不給人 那整個搞這些賽事 最重要是氣氛 譬如像以前那樣 那些車子出發之前 那些女兒在那裡拍照 那些車手贏了開香檳 有些明星賽 那些各類型的東西 現在就很惡搞的 現在例如以前 澳門有一個東西很出名的 就是 所有 就是這個世界一級的 車壇的大哥那些車手 都是或多或少在他年輕 或者在他巔峰時期都來過澳門的 譬如說的 閃拿 譬如說的 這個德國的車臣舒默加 譬如說的當時香港的車臣 是不是叫歐陽鎮汽 我有沒有記錯他的名字 是是是 只有一個車臣 有一個 你只記得車臣已經夠了 最重要的台長 還有誰 曼亨 就是了 亨叔也是很厲害的 我們去說我們一定要很尊敬 因為這位前輩 我想真的叱咤顧問的 各方面都是的 所以我們去說的時候 我們首先一件事 很認真嚴肅 就是 真的是車神來的 所以不要欺笑路馬 以前很流行的 那些明星賽 譬如你看到郭富城 或者台灣代表 林志穎 另外還有很多不同的明星 中日台 甚至乎以前 譬如請到日本的名人過來 去表演 或者作賽 例如譬如那時候 跟梅艷芳拍拖 那位男歌手 很出名 近藤珍言 是啊 近藤珍言 Marchin Marchin 許冠杰 另外 譬如說 Rapper 那些歌手 是一個很大的盛事 但是去到去年 你發現沒有了賭廳之後 就輪落成為 只是大大的牌 寫著哪間博企贊助 都會有一些賽車女郎的 不過就一定是失色很多了 那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你由一個國際的城市 就演變成什麼呢 變成國內比賽 那很多都過不了 甚至是 文俊興 這件事我又不敢苟同 喂 你請到中國大陸的車手上來 那你還想怎樣 對 沒錯 就好像那時候 陳幾何時 以前分享一件往事 有個博企 就搞過這個 國際慈善 戈爾夫球賽 那當時呢 就說 都找一些世界級的戈爾夫球手來 是 Tiger Food的弟弟 Tiger Food 是啊 結果Tiger Food 都food不了 結果呢 只是來了 北京的什麼種 上海的什麼種 寧波的什麼種 什麼種懂得打戈爾夫球嗎 他說他國內最有排名的 哦 OK 不要緊要啦 他說有就有 然後很可憐的 然後那時候 開始想著 喂 贊助商 有國際級來的嘛 然後找了一些戒堅 哥斯丹頓 勞力士 然後到最後 我坦白地說 有很多贊助商呢 看到你的勢頭不對 變成了 全 全部你那些國際 哥爾夫球手 都是 國內的高手來的 你有沒有一些 好一點點的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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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還有沒有其他 日本呢 日本有沒有 沒有啊 然後你講的那些 剛才台長那些 泰家寬那些 臨時有些問題 那 明星都可以的 有沒有一些明星啊 問了郭富城的了 在等一回 嗯 還有呢 我早前才看到 任達華 過來澳門電視台 講波的 看不見到啊 華仔 不是劉德華 任達華 在問 在問 然後還有沒有什麼明星啊 那些沒那麼出名的 都不要緊 例如那些無線 那些不唱K 都可以的 那些 就是叫做什麼 哦 在問公關部 哦 那就是怎麼樣 有本地名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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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名人 是啊 什麼什麼 什麼議員 什麼什麼 他們都會過來的 哦 結果到最後呢 我不說哪家 我不告訴你 不說是努力 還是歌詩 總之就 有一個 到最後都很沒趣的了 隨便拿些 所謂的禮物仔過來 人都不到 好慘啊 不是啊 大哥 說好了 你又說你那個 什麼 亞洲區總裁都會過來 哈哈 結果沒有 沒有了一回事 都好 其實我覺得都是好事 那 真的很慘 就是 你體會到整件事是 變了質的 你說那些什麼 國際什麼什麼賽 什麼慈善賽 國際去到最後呢 最好就是 有香港 有大陸 有台灣 有澳門 但是現在呢 好像去年那樣 當你香港的車手來 你要去隔壁一個月 你只是玩 是不是 其次 外國那些又不肯來 然後到最後就只是 那些大陸 大陸那些什麼什麼 所以搞到後來 又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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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些國際性的事情 遲早呢 是流去其他地方的 因為 以往其實是一個國際盛事 當你一個盛事變成一台猴子氣 我講得難聽一點 變成一台猴子氣 還要浪費這麼多公帑去做 其實你不如 停了它吧 那往年都搞到 難聽一點說 搞到一鍋足了 那你今年 我相信呢 我就不太看好了 我自己 在行程中 就公佈了 就說一定要搞 另外也曾幾何時 有些勇敢的議員問過 那些渣肥人 喂 會不會停啊 其實這樣不如暫停了 可能都還好 因為說一句疫情 今年停 不行啊 不停可以的 那為什麼呢 其實背後我們大家都知道 我們在節目裡都說了 哎 高天賜議員 就是 嘩 勇到現在 心口 不是心口寫的勇字 頭也做過勇字 哈哈 喂 喂 我真的希望高議員 聽一聽這個節目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聽 他有聽 你放心 哇 喂 我要在這裡加掌一下 高議員 因為 其實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是我見他那些 持風相當之銳利 最近 是啊 連特首都 都忘記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說一句 五虎將王忠出來罵劉比 哈哈 喂 那你自己想 喂 有時候那些事情 喂 大哥那個是五虎將來的 哇 王忠啊 大將軍啊 然後出來屌滋你 有時候那些事情很無忍的 但是他說的又是真話 必須這麼說 你通常發生這些事 我覺得應該都是新任議員 年輕人才會衝到這樣 我就沒有想過 就是 一位老將 他就是做了一輩子議員 喂 真的不是王忠都年婆那一隻 哈哈 他就是這樣 喂 但其實他 他這些就是夢熊老師那些情況 我是愛國才罵你而已 這樣 你明白嗎 他真的 我覺得有些鬍子他不用做的 我告訴你 十個議員有九個九 都是坐在議員辦事處開行的冷氣 坐在這裡 動起一隻腳而已 是 我覺得有些事情 其實他這個 他現在的級數地位 你看香港拍電視劇 講澳門議員 都要整個叫高天咒 都不會搞其他 擺明知道他多深入民心 喂 三十幾四十度 走出街道 跟街坊做街坊 走去死人區 又臭又熱又多蚊 問別人 你怎麼樣 還撐不撐到 不要倒閉著 喂 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老將出來 做回一個父母官 不如考慮一下 雖然他不是大家族成員 不如考慮一下 讓他做個戒指手 哈哈哈哈 我覺得他差 真的 不是啊 有些事情 我不想說 那個節目也不想說 但是 你看到還有一幫人 其實心裡真的很疼愛這個澳門 他們不想這個地方死的 這幫人他們隨時可以走到 你說好像他那樣 買張機票回葡萄牙 是不是 他一定安向到萬年 是不是 他自己在葡國本身也有名 就是你隨便 找個抗收藤那些 一定可以找個顧問做 他沒問題的 但是為什麼 他這樣的年紀 他不小的了 他是外國人 看起來好像不太老 那為什麼要這樣 三十幾四十度 在街道 周圍做街訪 街訪 街訪抓住他 就是阿姨那些 抓住他 哎呀 你跟特首說一下 好的阿姨 我會的 他聽我說 我一定跟他說 喂 好像 你看到 三十歲的高天賜 我這種是苦笑 我絕對不是說 我還有一點不同意見的 我覺得 沒理由只有阿高議員 一過去做這些 就是這麼慘的嘛 其實你所有議員在澳門 其實澳門是一條街 你做這些位置 其實你真的應該是地方官父母官來的 你不應該只是為後面的人出聲 例如我每天都不讀讀者來信的 完全無視所有讀者 台長說什麼 台長說什麼 這個叫什麼 那些叫什麼 拿著這個令箭 拿著雞毛當令箭 胡假虎威 文進胡假虎威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但是你說 如果不是 去到根本 根本就是 台队有很多錢賺 不用管你們這些人 都還要出來 去做這些事情 那代表他那件事 就是這個人 他真的喜歡這個台才這樣做 我真的看到他 很搞笑的 那些人說 我不明白 有一些所謂的欺負 我看他很不過眼 在網上平台說 好心你吧 新水新汗 走去人家的店 你不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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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議員 以前在澳門有一個銜頭 高貴的什麼什麼議員 你不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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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些年輕人 他就是一名 他是一名 恆人的議員 一个这么代表的人物,他的身汗是假的? 他真的走得这么辛苦,他进来慰问你们 他是在做一个父母官角色,你那些混蛋你可能不知道收了哪方面的钱出来维稳 还要这样去串他,你是不是傻了,年轻人 有时候我没有留意,不代表我看不到 为什么一个人,他这样中暑也要走出来,他叫那些人顶住啊,不要倒闭啊 有些什么,帮忙啊,撑一下啊,怎样啊,怎样啊 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啊,搞什么东西那些展览,疫情没有人去 他走过去,他没有穿西装的,他就走去支持,走去周围和人拍照 叫大家顶住,叫那些商家佬,撑一下吧,撑一下吧 他说话不正,是正常的,是个洋人来的 有时候这些,年轻人你们留言,是不是要有个本心啊 还有,他是一个尊重的议员来的,你说他走到全身汗 你老母现在出街,你不出汗,是不是这样的天气 你不出汗,你就外星人咯,屌你老妹 是不是啊,你怎么可以说一个做到新水新汗的议员 说人家这样做不好啊,说人家什么,为什么这么有时间周围见街坊 议员就是这样做的,难道怎么样啊 坐在这儿,开会只是跟你说,我后面的老板呢 现在呢,就要把物业按出来,跟着就要走的了 所以银行应该要贷款,跟着另外呢,楼市就顶住 这样啊,喂,难道跟着开会就出来说 我们又要再建一条条,再建一条纜车 不知烧多少八亿,多少千亿,这样 喂,不是这样的这个世界 但是,如果你现在再继续下去,那些中小企再继续 我告诉大家,结果会是怎么样呢 最后,我预计会有七成以上的中小企都会继续坐庭 整条街,如果你幻想一下,有一天你出到街 只剩下一些超市在那儿 其他什么都没有的,有些连自己抱也免得打开门做生意 因为没有生意,你会怎么样啊 喂,为什么一个议员这么辛苦出来 走到身碎身汗,他这样的年纪 这个人没有保姓的 他带一个助手而已,那个助手年纪都不小 跟他差不多,跟了几十年 那个助手都身碎身汗,他买了水给那个助手喝的 这个人 哎,回来,他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啊,他没有办事处吗 别人的议员这办事处很多都租的,他那个应该买下的 他做了一辈子了 对不对,给一个大长,你做一门生意做四十年,你会买到那间店 当然买了 他不可以躲在那儿啊,还有你这些契弟说话的时候,你有没有想一下他啊 喂,人家议员办事处很漂亮啊,有梳化又油画 有整个毛泽东像,习近平像,一定正确 哇,他老母,他拿个办事处放救援物资 放到周围都是,有水又成,捧出去给老人家 没得坐啊,你去坐啊,你坐在那张水上面 喂,这样的,人家的议员办事处 这些是什么啊,父母官啊,他用不需要拿这些 这样的,这样的,就是要不要拿这些,假扮东西要拿这门面啊 如果他二十岁,三十岁,他要的 现在的他,他用不着呢 我都说了,熟国五虎杖啊,关于张飞,王忠,艳燕,马超啊 这些啊,要不要出来泡沫自己啊 喂,谁人都知道你好抽,你不好抽那些五虎杖啊 那他都还在前面吊齿楼宾,他在前面跟你砍油 你还算他啊?哎,你做些什么做什么啊 你躲回家,在前面指挥就行了 喂,大哥啊,就是有没有血性啊,你这些混蛋 我不知道你们看会怎么样 如果你一个老的澳门人,你见到还有些人 他退休的了,他退休前就做了这些事 你不会觉得很想哭的 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个没得救的地方就要有这样的官 为什么这个官就去,在一个庭上面 不是在一个庭,在一个会议里 说多两句都被人吵 又说他离台,又说他插嘴,又什么有漆 又说他插嘴,又什么有漆 搶了一支咪,被人瞄了咪,然后自己在那里喊 喂,这个不是黄毓民来的 广民那些叫民主派,这个是建制派来的 他是真真正正的建制派 这些官员什么时候被DQ 你去哪里呢,你去哪里都退休了 如果不是那些人折后他出来,他不用做 你迫着嘛 正如有些店铺你看到,那个师傅七八十岁 还在那里煮东西 你觉得他真的要找你这两炷钱吗 是没理由他不想放下街坊 所以七八十岁仍然在那里有孙子 还要煮东西 正如议员而已 不是他想做的 是大家推举的嘛 所以他在做一个真正议员的职份 就是,谁是老板啊 是不是上面的渣戏人啊 是不是大陆啊,那些当然是老板啊 市民都是老板啊 他这个才是亲身力行告诉你 什么叫一个政客 什么叫一个议员啊 而且说话接触的人群 是真是拥抱人群,拥抱所有居民 而不只是拥抱抓拼人或者政府啊 为什么你们有些,我觉得有些东西 如果你收了钱 你是要做维稳的 你去怒什么港独啊 你怒什么,你怒弱吧,不要紧了 你不可以 去对这些议员去 去说一些难听的话 他的年纪,他所做的事 他已经超出他的范围了 他在街上走,他中了书怎么办啊 六十几岁人 你救他啊,我救他啊 是不是 就是你想清楚先 有时候那些人说话,那些契弟 这段时间我是不想说澳门 因为整个澳门呢 在我觉得呢 就变得太好了 太完美了 还有一件事我们都不说的 就是周卓,洗米说我胎审了 我们都不说的了 这个也是按钩的 接着不提人了 行了,放开 喂,玩啊 是不是 喂,真的没有啊 喂,我真的不想说 对不起 喂,玩啊 是不是 喂 我真的不想说了 对不起 澳门呢 无论是社会 还是政制 所有东西 太完美了 我们都不需要再花时间下去了 刚才说的那些都是老生长谈 大家有眼睛的 不过我想 这次原理想问你多一件事 澳门的赛车好看些 还是新加坡的赛车好看些 就是F1 新加坡哪有赛车的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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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说一次 新加坡有赛车? 没有吧 新加坡 看那些水蜡 海蜡 哪有赛车 都知道有什么事 看狮子 哪有赛车 你开玩笑 新加坡 新加坡有没有鸡豆? 以前没有的 最近都有 哈哈哈哈 我感觉 好像色情学业那样 应该没有的 没理由的 新加坡怎么会赛车啊? 没有 他都是 他不跟澳门 澳门赛车就是 改变了澳门 澳门两样东西而已 一个就是 这个浦荆 另一个就是 这个东亡羊大赛 是吧 是 跟着有 就是一级方形式咯 但是 新加坡一级方形式 我又没看过 哦 新加坡有一级方形式的吗? 今年就搞一级方形式咯 不是啊 什么事 澳门搞的 不是啊 不是啊 喂 Formula 1 是啊 F1 啊 搬到新加坡搞? 不是搬到新加坡搞 是 新加坡都搞 是 你真是 你的意思是 賓海班会有赛道? 哦 哦 那这个我又不知道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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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有赛车 又在买飞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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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娱乐展又过了去 跟着赛车又过去 不是 不是过去 因为你仍然在这 问题是来不来的 那意思 或者将来那些人都去看澳门的 多过去新加坡 哦 是啊 遲些赛车都开回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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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些赛车都开回了 这些观众 是不是又说 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 因为我是从这个去推敲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其实新加坡 他们都会懂得搞 就是 你只是搞那个金融中心是不够的 你有其他东西 哦 有展览 有这个大赛 总之有 event 一年十二个月都有 是吗 都是这样的一天 如果真的过去的话 不回来的 就是好像你那个 国际前卫展 你和珠宝展 你一过了新加坡 他不回香港 是 那问题就是 大家争不争 就是不要说争 吸不吸引到人来 我觉得这样的 所有东西都是 这个世界没有独市生意的 就是如果你说这些 没有独市生意的 你做人可以做 问题就是 你做的吸引力去到哪里 是不是 以前香港也想过 在大鱼山搞F1的 但是后来又无疾如中 那这些东西我们不拗 就是我们不需要拗 现在我想这个 就是从这个我们去看到 就是别人去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已经放下了那个防疫那个问题 它放下了 你以为它现在它不爆吗 它又不是照爆 你看看南韩 日本就照爆 但是人家已经定了一个国策出来 就是要怎么做 那你现在还在咬这个问题 啊 今个月有万多啊 那大家就应该看清楚 新加坡的定位 钱它就吸引了它了 人才就吸引了 死火啊 台长 如果连大赛车都过了 新加坡都去launch 跟着那些人又过了 又玩了 就死了 真的没有了 不要说死 就是这个就当权者自己去考虑了 那你说死 那很多东西都死的 那你很简单 譬如我们这几天说的那个 就是学校的问题 那今天都做到了 整十几家学校啊 一成小学的 少一减班 是怎么办呢 神经 有些学 可以说这个小班教学的喜训来的 但是有整几班的 有九间的屯毛小学啊 是减一班啊 神经 神经 真的移民 其实有多少人走了 这样搞法 这个问题呢 其实昨天我也想过 刚刚就是漏了 有些人现在指出一个现象 就是 你不可以只是看那些申请移民的人 因为其实很多香港人呢 一直有持有其他国家的 简单来说其他国籍来的 例如加拿大 例如美国 例如澳洲 我们自己也有一些 就是之前的节目主持都是澳洲的 他正式是澳洲人来的 那如果你说一旦这些人 他看到西式不对 他就回到自己原本的国家 所以你不可以单从那个 所谓移民的 申请移民的数字去看这件事情 事实上应该有一些人呢 他回流 他在其他地方 他已经拿到公民身份 或者是居民身份 他回到香港住 那时间也很久 可能是十几二十年 但现在都决定是 回到他原本的地方 就是他原本的国籍的地方 那这些人你查不到的 他只能坐飞机走 所以你看就不如这样 你做一个比较 就是入境的人和出境的人 那个行常的比较 你大概会推算到 那个真正移民的数目 但是我觉得最有那个 社会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 就是 现在是小学那里 是小学那里 开始这些的 要招不了生 那么就 跟着呢 那个学校本身 这个应该读清楚 就是修生不足 就是怎么样 十七个学校 是开一班 开一班 开一班 一班 一班小一 那这个含义是什么呢 你初头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 就是留学那个就是 你读到譬如中学 那你跟着就走 那你应该理论上 应该是 就是大学的人数少了 但是现在不是 连小一都可以走 就是读完幼稚园就立即闪了 那这个就体现到就是 大学那边又走 中学又走 小学又走 那你迟些就是什么呢 可能连幼稚园本身都出现 那个经营的困难 因为这些小孩子 就是可能生出来 就是如果有条件 就去了外地 那我们都不需要去深究这个问题的了 因为第一件事 我又不会呼吁那些人不要走的 我觉得如果你有这样的条件 你想着为下一代教育的水准 那你真的可以考虑一下这件事 就算我说你不要走 那些人都不会听我说的 他说他自己是打算的 那真的要想的就是当权者 喂 你又说了 就是跟着有些人才来来补充 但是为什么不见的呢 譬如在中国的优财 你不要管怎么也好 他是来做老千也好 来做黑食也好 喂 真是不见的 在街道前几年 你见到那些断手断脚 在街道黑食的嘛 现在真的没有的 那这个是防疫措施做得很足够 就是连这些都禁锁 但是那个提醒大家 那个是一个很大的生意 那这些呢 就是见未知著了 那我们去讲新加坡的F1呢 其实很简单的 就是想证明一样东西 就是人家的政府在这方面呢 其实就相当相当的进取的 可以说英文的aggressive 那你现在被动就 啊 真是在那里说 我们怎么差人才呢 没有的啦 那你跟着就 就不止没有人才 你自己 连努动力都不够 好了 我们今次呢 就原本要讲一个主题 原本要讲一个主题 但是那个主题都没讲 那已经讲了 就是这个F1的问题呢 已经搞到 就是我们可以这么深入的讨论 那么 但是我觉得 文俊那个人又不是很对的 你又不需要贬低这个新加坡的 那新加坡搞这个 就是赛车都很好看的 那所以 如果有时间 就有空 那就是 月尾就过去看看 对吧 台长啊 我不是说他不好看的 我的意思呢 就是我很怕澳门 会好像 亭族很想你说的那个龙族那样 你有没有发觉呢 看这个冰与火之歌之后 是没有了龙族的 知不知道龙族这个家族去了哪里 坐了艇啊 整个 是 文俊兄你真是落后的 我早就觉得没有了 包括香港 没有了 我们现在是在凭吊 所以就不存在这个 就是会害怕他 害怕他消失这个问题 哈哈 啊 就是 台长 哇 我今天呢 刚才你没有跟我说 新加坡搞F1 我真的完全 你敢说我才知道 喂大哥 喂 真是很恶搞的 就是你新加坡去 哇 真是 哇 你又赌又做IPO 然后 哎呀 又要立这些旅游城市 这些死人东西 哎 因为你 哇 哎呀 我终于明白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 那时候认识那个香港律师 他要过去新加坡 我真的明白 就是有些人呢 可能他真是聪明的 他看得到呢 有些是说的是 早两三年已经动了身 那些 不是啦 这个是这样的 这个是一个阴谋论的 就是发生到今天这个事情呢 很多事情是计算了的 所以有些人会知道咯 就不是好像我们说的 哇 这个人的决策是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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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你想一下这个原因 你以为他真的没讀才知道 是不是 那我们要说清楚一件事就是 所有这些事情是部署了的 不是说突然间因应这个政策 就是如果你说因应的政策 你看到是锁国 那你走呢 那你迟的了 是不是 那现在你就等于好似的新世间 咯 我投资100亿上去这个中国房地产那里 那才搞笑咯 这些事情真是 台长啊 其实呢 其实早四年前呢 你记得路透呢 和彭博 就是把日本办公室 接着就是说 设置过去做个新加坡 亚洲总部办公室 那时候我们都讲过了 那时候是做到什么 在myradio的时候 我们做这个澳门导锋 那时候已经讲了 其实我猜路透和彭博 他们是真是聪明的 你看看他四年半前面过去 新加坡开Headquarter 就是他这么多地方不选 当时澳门又不搞 香港也不选 跟着他只是日本和新加坡 就是他一定 我觉得他们真是聪明的 就是这班人真是高手 不是聪明 不是聪明 只不过他意先知道的剧本 因为剧本写一个人和他们熟 应该是这么说的 OK 好 好 下次回来 今天来到这个火之神 阿朗哥和邓慧煮了一道 是不是叫台长的牛扒呢 台长西亚牛扒 我介绍一下这个菜式有什么特别之处 第一样东西 单手都可以吃的 有一个这么滑的牛扒 西亚牛扒 那边有特别腐坑 还有这道菜是牛奶 非常非常滑 完全没有甜品质 除了这个外 还有表现肉汁 所以这道菜真的需要非常非常美味 所以大家来看 跟随下来 一定要点这道菜 台长西亚牛扒 多谢大家支持邓慧 还有支持梁敬峰的特别 以及她的節目 多謝大家 大家記得訂閱和支持司徒文俊頻道